保护你的资金,止损的重要性 在交易的世界里,风险是固有的因素 每次你进行交易时,都有亏损的可能性 虽然利润的诱惑吸引着我们 但区分成功交易者和其他人 是他们如何管理潜在损失的 这就是止损概念发挥作用的地方 止损指令是一个预先确定的价格水平 当你达到这个价格水平时 你将退出交易以限制潜在的损失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交易的保险单 通过设置止损,你实际上是在说 如果市场对我不利到这个程度 我愿意接受预定的损失并退出 止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它是风险管理和交易中情绪控制的关键工具 没有止损,你实际上是将自己 暴露在无限的风险之中 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游离其实在市场波动剧烈的时期 止损指令就像一张安全网 防止小损失滚雪球般变成巨大的 足以摧毁账户的损失 通过限制你的下行风险 你实际上是在保护你的交易资本 并确保你在市场中的长期生存 掌控你的情绪 止损是心理防线 交易不仅仅是数字和图表 它也是一场心理游戏 恐惧和贪婪是两种强烈的情绪 它们会蒙蔽判断力导致非理性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 止损指令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当市场走势与其头寸相反时 交易者往往会感到恐惧 这种恐惧会导致 他们在推出亏损交易时 犹豫不决 希望最终能扭转局面 不幸的是 随着损失的增加 这种希望往往会变成绝望 另一方面 贪婪会导致盈利交易持有时间过长 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 虽然这有时可能会奏效 但如果市场反转 也会增加利润回吐的风险 通过设置止损指令 你实际上是将情绪排除在外 你事先就做出了一个理性的决定 即你愿意在交易中损失多少 这是你能够坚持你的交易计划 避免基于恐惧或贪婪 做出冲动的决定 当止损被触发时 重要的是要记住 这不是失败 这是一个预先确定的退出点 可以保护你免受进一步的损失 接受结果 分析交易 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机会 确定止损指令的适当价格水平 对其有效性至关重要 虽然没有一种方法是万能的 但技术分析为设置客观的止损点 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支撑位和阻力位 是技术分析中的关键概念 支撑位是指 预期买入压力将超过卖出压力的价格点 从而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 另一方面 阻力位是指预期卖出压力将超过买入压力的价格点 从而防止价格进一步上涨 在为多头头寸买入设置止损指令时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将其设置在近期支撑位略低于 这意味着如果价格跌破支撑位表明潜在的下降趋势 你的止损指令将被触发 从而限制你的损失 相反对于空头头寸卖出 止损通常设置在近期阻力位略高于 如果价格突破阻力位表明潜在的上涨趋势 你的止损将被执行 从而再次限制潜在的损失 其他技术指标如移动平均线和趋势线 也可用于识别潜在的止损水平 移动平均线可以帮助确定市场的总体趋势 而趋势线可以突出支撑位和阻力位区域 止损指令不仅限于限制单个交易的损失 它们也是稳健资金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交易中 资金管理是指用于保护和保全交易资本的策略和技巧 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是 任何一笔交易的风险都不要超过交易账户的一小部分 这通常被称为1% 原则 该原则建议在任何给定的交易中 风险不要超过账户余额的1% 通过将止损指令与1%原则相结合 你将创建一个强大的风险管理体系 例如 如果你的交易账户余额为10,000美元 并且你应用1%的规则 那么你在任何一笔交易中的风险都不会超过100美元 假设你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MICE入一只股票 并决定将止损指令设置在48美元 这意味着你愿意每股承担12美元的风险 为了保持在1%的风险限额内 你最多只能购买50股 通过坚持这种方法 即使你的止损在连续多次交易中被触发 对你整个交易账户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 这种自律的风险管理方法 对于保护你的资本和经受住 不可避免的市场波动至关重要